好 現在非常感謝在我們主頻道 我看到有這個網友加入會員 分別是謝真庸還有James Ma都加入會員了 另外James Ma也特別對我們的斗內 而且送我們一個很可愛的貼圖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不過要告訴大家 這節新聞是有雙開的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幫我們轉到我們子頻道 中田新聞頻道來衝一波點閱率 好 另外還要來關心的是 有網友在臉書社團PO文說 既然是有民眾拿著去年發行的三倍券 去消費 因此現在看起來 這個兩個真的是長得蠻像的 提醒大家真的是要睜大眼睛 因為去年推出的三倍券 跟今年的五倍券 長得很像面額200元的 都是鈔票 而且都是這個綠色的 外觀跟花紋設計也很類似 如果不仔細看清楚的話 還真的會收錯言 您可以看到去年發行的 就是在這裡三倍券 面額200塊錢的 這個是淺綠色的 好 另外來看到 這個就是今年所發行的 當然其實中間的圖案不一樣 而且仔細看這個字體也是不一樣的 一個寫的是振興三倍券 另外一個地方寫的則是振興五倍券 好 當然現在既然是有人 餘木混珠拿去年的券 假裝成今年的五倍券去消費 好 網友真的看了是大吃一驚 因為他們說真的還真的有點分不出來耶 不過也有網友說這個人真的是太惡劣了吧 而且還有很多網友說 完全都沒有想過有些人還真的會拿出來 餘木混珠 好 同樣也是相關的訊息 我們來看到 在今天啊 國慶連假已經結束了 上公第一天我們要告訴大家 如果您是選擇到郵局去領取五倍券的民眾 從今天開始一直到30號 就可以按照你所預約的時間到郵局去領券了 不過我們要告訴大家 也能夠幫家人一起領 這個上限是有五個人的 憑健保卡確認資格 簽名之後就可以領到券 好 另外呢 還要來告訴大家 是當然這一回有非常多的加碼好康券 其實啊 總共各部會推出的有七種 也會從今天開始 連續四周都會陸續抽籤了 像是今天上午啊 要抽的是國旅券有1000塊錢 好 下午要抽出來的是哀元券 好 上午抽籤的時間是10點半 下午抽籤的時間是3點半 當然 其實每天都會抽出不同的加碼券 要請大家多加留意了